这是我见过最听话的女孩 别人说什么 她都无条件服从 姐姐让她闭嘴 她就抓住舌头 一言不发 让她偷个水晶鞋 她拿起来直接塞包里 守卫让她站住 她却跳起来在半空一动不动 原来女孩安妮在小时候 黑魔先嫌她哭得太吵 便施下法术 让她以后必须为命是从 别人说什么就得干什么 面对小孩挑衅她 让安妮有种咬自己一口 她就直接上嘴 妈妈让她下楼练琴 她一个飞速就跑了下来 但妈妈觉得 她这样迟早下去 会被坏人算计 妈妈在临终前 让安妮必须守住自己的秘密 不能被别人知道 还将自己的项链送给了她 一转眼安妮长大成人 父亲也娶了新欢 给安妮带回两个狡诈的姐姐 他们一上来就要求 住进安妮的大房间 还拿走了妈妈送给她的项链 而由于法术的作用 她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可要是想要取消法术 必须找到当初下咒语的黑魔先 才能解除 但黑魔先在施下法术后 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天王子上街巡游 姑娘们纷纷被这英俊的面容所吸引 直接冲上去想摸摸王子 王子给吓得撒腿就跑 路上还意外撞到了安妮 强行捂住她嘴躲在一边 逃过危险后 王子却被眼前的美人深深吸引 她以为安妮会被自己英俊面庞所吸引 谁知对方头也不回 就想走人 可以 这女人引起了王子的注意 一路上还紧跟着安妮聊三聊四 忽然王子发现自己的包包忘拿了 她让安妮站在原地等下自己 便转头就跑远 可殊不知 危险来了 一辆飞驰的马车正高速驶来 安妮却站在路中间怎么都动不了 因为她被黑魔仙试下服从的魔咒 王子让她站在原地 她就只能站在原地动弹步的 眼见马车就要迎链撞上 好在王子及时赶到 就吓了安妮 但这一幕 却正好被路过的坏姐姐碰到 姐姐极度兴起 而因为发现了安妮的魔咒秘密 她命令安妮赶紧回家 自己则跑去和王子搭讪 但面对这么热情的女人 王子给吓得撒腿就跑 为了报复安妮 姐姐命令她偷走货架上的水晶鞋 安妮满心想要拒绝 但还是一把偷走鞋子 结果被守卫发现 给追了一路 守卫让她赶紧站住 安妮刚起跳就定在了半空 像个雕像一样 纹丝不动 守卫都惊呆了 接着让她举起双手 回家后 姐姐还命令安妮 让她跟最要好的闺蜜绝交 搞得安妮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她决定必须找回黑魔仙取消魔种 从小陪她长大的仙女 给了她一本魔法书 表示里面那颗脑袋 能指引安妮找到黑魔仙 于是她带着魔法书正式出发 前往巨人镇寻找黑魔仙 可在路上 安妮遇到了一群山贼 在欺负精灵 她行侠仗义 连忙上去制止 还在精灵的指挥下 打出了一套中国军体拳 上钩拳扫糖腿 直接打跑了山贼们 而精灵为了报答安妮 还带她回到精灵村 小气一晚 谁知这里的精灵很是热情 上来就是又唱又跳的 隔天休息好了 重新出发 谁知路上又遇到了巨人怪 抓住两人就想吊起来住 眼见就要下过 王子却率军及时赶到 成功解决巨人怪 救下了安妮 而早已对安妮心生情义的王子 决定护送她去巨人村 可他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黑魔仙已经走远了 精灵爬上桌想吃点东西 谁知巨人屁股也 精灵直接给吹远 而面对远道而来的小人们 巨人更是热情地 让安妮现唱一曲 王子和安妮度过了 如此非凡的经历后 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王子还将安妮带去了 自己的加冕仪式 将她介绍给了自己叔叔 可安妮的坏姐姐也来了 他们为了阻止这段感情 跑去告诉王叔安妮的魔咒秘密 而由于王叔也一直都在 窥视着王位 他叫来安妮一番命令 验证了魔咒属实 接着王叔交给安妮一把鼻手 让他在仪式上刺杀王子 可安妮为了保护王子 他逃出城堡 让精灵将自己绑在 离王国千里之外的树干上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对方 随后 安妮又让精灵去找巨人 阻止王叔的阴谋 可等到精灵走后 黑魔仙却凭空出现 安妮让其赶紧收回魔咒 可黑魔仙不仅不答应 还撤下安妮的锁链 给他换上了一套华丽裙装 直接就把安妮传送到了城堡 王子一见到他 连忙拉着安妮去到了小树林 就在两人拥抱的时候 安妮却举起了匕首 可此时他脑海中冒出无数条声音 让他赶紧动手 安妮的内心无比纠结 谁知最后他战胜了服从的魔咒 终于不再听从别人的命运 而是遵循自己的内心 但躲在角落的王叔 见计谋失败 更是将安妮以刺杀罪关了起来 可精灵已经带着巨人同伴赶到城堡 救出了安妮 并在魔法书上 看到了王叔在王冠上下毒 安妮连忙率领巨人赶到加冕现场 打爬所有的守卫 并当众揭发了王叔的阴谋 王叔气急败坏 结果他拿起毒王冠 直接就带了上去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这不是害人不成反害己吗 此时坏姐姐跑过来 命令他必须跟王子分手 但早已消除魔咒的安妮 终于能够理直气壮地拒绝对方 并夺回妈妈的项链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人最终还是在一起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法灰姑娘》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